太平洋煤電公司PGNE自從開始安裝智能電標之後,就不斷地受人批評。 PGNE現在提議是給一些用戶可以選擇性地關閉智能電標,不過就是要收手續費的。 江良慧報導。 PGNE從2006年至今已經在北加州和中國地區安裝了近800万個智能電標, 過程中反對性能不斷,反對者質疑它產生的無線電波訊號有害人體健康, 會導致頭昏作有等副作用。 面對主導批評,PGNE現在提出便通辦法。 對智能電標有機會可能發放的很微量的電磁波, 他們覺得可能這些電磁波對他們的身體擔心會造成影響的話, 我們願意去配合他們,把一個電磁波無線的訊號,我們可以關閉智能電標, 必須先給一筆105-270元不等的手續費, 之後還要繳付14-20元不等的月費, 原因是PGNE必須派人親自上門讀標,對此民眾普遍感到不滿。 這個Uphone費好像有點不適合理。 I don't think charging people more is really a fair option. I think maybe they should reduce everyone else's fee by a little bit, if they don't have someone come read it. 陳偉珊表示,智能電標升級本來就完全免費, 它在未來電網的趨勢具備很多以前無的功能。 用戶可以上網查看用電量,停電的時候, 電力公司也可以立即得知,馬上進行修理。 但我們不可能為了少部份的人而不去進行這個upgrade, 因為這個upgrade其實是一個對大部份用戶有好處的upgrade。 PGNE強調關閉智能電標這個選項, 是應少部份用戶要求而生。 智能電標所產生的電波其實不強。 智能電標所發放出來的無線電波, 那個量比普通的無線電話, 基本上是它的千分之一質。 即是說這個設備所發放出來的電波, 對人體的影響是非常小, 加上它裝在屋外面。 教育科學協會今年一月發表的報告都顯示, 智能電標所產生的電波, 低於政府規定的安全標準, 甚至低於微博爐和手機。 以十六台機車,過來為報導。